送她的是金寺 回到苏宅 看见陈宅已经挂上了红筹 已经开始准备陈大妞的婚事了 苏小玲白天都在陈宅和陈大妞陈二妞待在一起 苏三郎和赵氏都在帮忙筹备 直到晚上才会回家 苏小璐回家 他们也刚好回家没多久 瘦了 苏小璐抱了抱母亲 不管什么时候 母亲的怀抱都是能让人感觉到温暖的 吃饭了吗 爹 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是什么呀 苏小璐拿出盒子给苏三郎 苏三郎打开正了一下 苏虫外头一看 小璐送给爹一只眼睛 肇事也惊饿了 一只眼睛 是假的 但他可以以假乱真 也可以将它安放进眼眶里 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苏小璐近距离看过 雕刻着假眼的人手艺非常好 不仔细看 根本看不出是假的 二弟 还愣啥呢 咱们去安放一下 给孩子们看看 耍 espera asp 感谢观看